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8日星期日晚的节目,这就是老冯慢慢谈,我是老冯 今天的主角就是后面的小龙子,龙天下 他一出场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战绩 一个打两个,而且这两个不是普通的高手 而是中方无敌和战神痴犹 如果你问老冯的看法,这段剧情是暴走的 或者是制作团队纯粹找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一个打两个 去衬托这个角色,很厉害 但是他又不想想这两个角色是什么人 一个打打的也号称是圣战神痴犹 虽然赢又没什么可,但输也没什么可,他自己认为 再加上一个混囚维亚的东方无敌 竟然两个十足状态之下都和龙天下打个五波 如果不是诸葛无我来帮他们两个解围 他们三个应该三败俱伤在雪山里面 而在这个战役那里 打完战神痴犹和百年圣上之后 龙天下吃了一粒乾坤丹 短暂提升状态之后 又过去武神堂那边和火云邪神痴犹 如果以整体实力来说 他的实力是不会输蝕在当日的火云邪神之下 而大家看回当日火云邪神的战绩是 一个打几个,神母英杰死去手上 东方无敌,落荒而徒 黄小虎落难,罗撒堡 黄小龙也重伤 加上他们接着的公本武藏都死了 其实当日的火云邪神是堪被救助的老祖宗 甚至如果大家想回 火云邪神当日一个打几个的时候 他的对手有 应该有超过三件实力的黄小虎和黄小龙 有1.5件水平的公本武藏 公本武藏应该有1件 神母英杰也有1.5件 座底 有东方无敌 其实大家想想 20年前 老祖宗一个打四个四大奇隐的时候 四大奇隐的实力 都未必输得上现在的黄小虎 即是说火云邪神在罗撒堡大运战里面的实力水平是堪称 胜过20年前的老祖宗 而火云邪神只是三十多岁 而龙天下在武神榜那一役 最后和火云祖宗打了两败俱伤 可以证明他的实力不输给火云邪神 尤其是他力战了两场之下 当然了 火云邪神也力战了一大队 再加上给金鹏暗算了一阵 但是他有古王这件事 帮他力量不断运转之下 维持了一阵顶峰状态 所以龙天下的实力 可以和他打五波 即是他的实力应该和火云祖宗不相伯众 比起20年前的老祖宗 更胜一筹 当然了 这个只是沙盘推演 实际上老祖宗除了功力高之外 还有很多特殊技能 万毒心经 遇见飞行 飞升缺 龙天下 即使功力比起20年的老祖宗更霸道之外 碰到老祖宗的特殊技能 可能也没什么好处 这是客观事实 当然了 龙天下这套神舟帝王保险 究竟出处是什么呢 不妨和大家研究一下 龙天下本身应该不是姓龙的 它应该是满清的余劫 其实至尊会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 一个犯罪组织 首先和大家看看这一幅 其实至尊会就是满清的遗物 大清皇朝覆灭了之后 爱新角罗组织 即是他们那群后人 组织了这个秘密社团 某军就说 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之后没有这个社团 所以要将这个社团弱智化 我也不明白 如果他说现实中没有的话 龙虎三皇现实中也没有 那你就写龙虎门来把乱吗 甚至乎 现实中有没有坏英雄 没有 现实中有没有无敌 又是没有 现实中有很多东西都没有 各位中性的编剧 那你又编 我真的不明白他的逻辑是怎么来的 不过算了 有时候他的逻辑 可能他以为自己读得多 说什么都对的 我读书没那么多 我就不挑战他的逻辑 纯粹说回这个至尊会 虽然说现实中没有人存在 但是至尊会在龙虎门世界不断壮大 逐渐成为中国第一帮会 中国第一帮会之后 接着是亚洲第一帮会 他的理论也很合理 就是因为至尊会或者中国的情况相对封闭 所以至尊会的势力在中国可以说是佔这个大饼 即使日本有罗特教 韩国有八年教 泰国有通天原始 或者东亚有其他犯罪组织 不过他们本身的市场 都是比较狹窄 甚至可能在萎缩的情况之下 使得随着改革开放的至尊会不断壮大 而去到18年前 记住 他说18年前 至尊会发生了一件很震撼的事件 其实所谓震撼就是当日的龙主有三个儿子 那三个儿子就是大毛二毛和龙天下 龙天下就被他两个儿子大毛和二毛夹击 最后龙天下为了保命也好 或者为了他的皇位之好 就怒倒了大毛和二毛 剩下小毛 他打死了大毛和二毛之后 接着就要面对他老爸 对了 他老爸大傻 不是 龙主 不好意思 整天当周星驰的笑话 那龙天下就面对他老爸 他老爸死了两个儿子 怒得着火 老女中环 也问了龙天下 其实都不是问的 其实只有陈述他 儿子 你是不是怒倒了你们两个大哥 接着龙天下 对啊 我怒倒了那两条头 怎样 最重要的是 大傻 你有三个儿子 大毛和二毛被我怒倒了 现在剩下我 那你省不省怒倒我 我只是一个持固定 所以整件事的逻辑很简单 所以他一定会让他上去 当然了 他当时龙天下 其实都想过 如果到最后 龙主大傻 真的会帮大毛和二毛报仇 他应该会把大傻 但是大傻心想 很糟糕了 我年纪大 机器坏 书精官又扎了 没有了两个儿子 只剩下这个儿子 如果我对了他 那谁帮我担回马帅 谁帮我计后香燈 所以在那一刻 他老爸大傻 就决定让位 让位给小毛 小毛就得手 成为了中国至尊会的大哥 或者另一些名词叫做至尊会的主席 这个名称相对上是新朝 以前的帮会组织通常都是 门主、帮主、教主、堂主、大阿哥 什么都有 但是用主席这个名字 相对上是新朝 如果没有历史背景 很难想到竟然用小熊维尼的职咸 去代入至尊会的职咸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 不妨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 为什么至尊会要用主席 就是因为他是会 对了 然后再对应我们伟大的小熊维尼 他的职咸 至尊会又对应小熊维尼的国家 所以至尊会的首领叫至尊会主席 又称独尊为我 独尊为我这个袋 应该后来加出来 之前应该都叫他做聋主 简单交代了小熊 堆垮了大熊和二熊的过程之后 接着回来 这个小熊堆垮完 他们两个大哥成为了聋主 然后称霸了中国 然后意图侵略整个亚洲的黑道 当日在1981年 他的师父 古诗王诸葛无我破关 后来就收了小熊做他的徒弟 还用他的千秋万世神功 帮他神舟帝王保鑑 练到更加高的境界 然后他就堆垮了他两个大哥 大熊和二熊 然后拿了他老爸的位置来坐 坐到479期左右 当龙虎门砌低了火云邪神 火云邪神失踪之后 老邪神就决定将罗杀教的主权 交给神母家族去处理 而当时老邪神就负责去招兵买马 当然这件事和另一个剧情是有不的 这个就不差了他 老邪神就首先去阴山 找到阴世教的传人阴爺 找到阴爺谈了顾庸合约之后 然后离开 走着走着突然感到很强烈的气势 然后在另一边 座山就爆开了 原来就是古诗王破关而出 破关而出的时候 古诗王好像精神有点不太好 看到人就打 最惨的座山只有西城望一个人 所以迫着追着他来打 当诸葛摩打完一轮之后 功力好像孙舍斑就好一点之后 就和老邪神聊聊天 聊聊聊就说 原来他在1930多年的时候 就进去闭关练功 展转被一个仆街放毒 搞到他多了几十年 刚刚那一刻 他就破关而出 就看到西城望 西城望 知道这个是绝世高手 那一刻他已经称呼绝世高手 然后就想拉拢他 去新罗撒教任职 当时诸葛摩讲了他一段这样的历史之后 西城望都相当稳定 就找了白咒去查诸葛摩讲的是真还是假 考据了一些事实之后 发觉诸葛摩讲的好像是真的 于是就和他谈条件 请了他做罗撒教三长老之手的天长老 但是想不到整件事都是一个圈套 其实老邪神遇到诸葛摩奥的时候 诸葛摩奥一早已经破关了 1981年 就在广西的地方 后来他收了龙天下做徒弟之后 就帮他这个徒弟出谋献策 而因为罗撒教随着火云邪神衰落 就令龙天下产生了吞併亚洲黑道的野心 龙天下就决定来个猴子气 扮破关 然后引下西城王请他入罗撒教 实际上是配合他的徒弟之后 意图将罗撒教的势力据为己有 很快神母英杰就呆了 然后火云邪神回归 这个天长老继续做天长老 意图在火云邪神最高峰的时候 掠了他的位置 简单一点就是后来 火云邪神因为虎王的缘故 就令到他亚洲黑道的亚洲联盟计划失败告终 龙天下就和他师傅也侵吞不了罗撒教的市场 总之就搞大伦之后 就什么都没做过 打回原形 白连教继续回韩国 日本继续在罗撒教 痴油继续在泰国 龙天下继续在中国 整个武神棚的故事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 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 整个中国整个亚洲黑道的形势 是没有什么变过 都是这几班人在那里 而龙天下自从打完那一役之后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表现 打完那一场之后 接着有疗伤 疗伤之后 主要是他的师傅 走来走去 左走右走 但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他忙完地令道安回来 又拿不到天令道安 那他的古王是什么情况 真的不得而知 而总之龙天下之后 就只是做一个旁边或幕后操盘的角色 但一个幕后操盘的角色 多数都是由他师傅去执行 或者是他师傅都操盘了一份盘 所以龙天下由七八十期打后 其实和一个行角是没有什么分别 很多时候都没有他的份 或者是他走、站、吃饭、吹水、大把 但你看到他动手 少之又少 极其量是龙天下 撞多八仇 过了几招 然后又继续在后面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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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到新生龙的时候 不是 新龙的美段 就说他平定了至尊会的内联 然后重新建立了架构 以前那些内五环、外五环可能没有了 八个天武之王也不知道齐不齐 总之之后很多角色都不见了 接着就出了A4的朱邪锋 接着有智敬勋、最权西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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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其實每次說真的覺得龍天下真的很貴妻兜糧 你說他被黃小虎淹了 被科人情人淹了 被東風暴地淹了 再不是被癡友淹了 我都說你和這幾個人有仇 但是鳳雷丁和龍天下無仇無怨 我也不明白 這些招式都出得出 我也不知道應該用佩服 陰莖還是屌尺就好 講完簡單龍天下的遭遇之後 就和大家分析一下神州帝王寶鑑 有什麼技能或者有什麼特殊能力 基本上一出場就安排了一種功夫 叫做大洲神劍 這一種應該是疑似對應中方無敵的九陽神劍 可以近距攻擊 也可以以紫器或者劍膜進行遠距攻擊 這一幕就出自新駐龍虎門七八七十四期最後一頁 當時癡友走過 然後龍天下無端就搞糕他 然後用大賓周神劍捉他胸口 大家知道癡友都是異異的 所以他都沒什麼所謂 然後打到慶禮 再和東方無敵一起和龍天下玩三拼 而這個大賓周神劍之後 還有一些主要技能 例如一種叫王拳的招式 王拳的招式應該是龍天下主要的套路 有什麼招式 例如有拳招為主的拳傾天下 有拳腳交加的鐵馬金戈 另外有一招王拳尊大 我不敢肯定是否王拳尊大的特殊效果 因為他沒有詳細解釋 只是當他用這一招的時候 前面就有這個畫面 當時就是龍天下接著東方無敵和癡友的攻擊之後 竟然將對方的攻擊化為己用 簡單一點就是移花節目 將對方攻擊的力量收為己用 然後反擊對手 接著他出的招式就是一招王拳尊大的招數 究竟這個王拳尊大和移花節目的技能有沒有必然關係 真的不要問我 因為我也不清楚 他兩者好像沒有必然關係 但偏偏有連續的畫面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移花節目效果 會不會根本是內功已經有的技能 就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大家看看 他近距離有拳腳招式 遠距離有大賓州神劍 接著 攻中大手的有移花節目的技能 而除了攻中大手的移花節目技能 防守也有很多技能 包括這個王拳加身 就是在對付邪神的時候混起的內加氣功 形成好像盔甲的護體氣勁 整體來說就是類似金鐘罩的護體剛氣 而除了這種硬性的防守 老鳳其實將防守會定成硬性和軟性 硬性就是硬碰硬的外加環煉氣功 或者內加的氣硬功 而除了這種硬性的防禦功能之外 也有一些柔性的 例如有一種叫盤龍蛇 或者叫做黃盾 或者叫做龍回勢 究竟是什麼呢? 簡單一點 盤龍蛇是一種可以射走對方的攻擊 類似陰陽帶來儀的效果 而隔了兩期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叫黃盾的招式 類似盾牌擋走對方的氣勁 然後隔了一期就出現了龍回勢 但龍回勢就是將對方攻擊的力度 從被攻擊的位置反彈開去 類似剛才那個黃拳尊帶的效果 但是這個就屬於防守的情況 即是說就算你不跟他拳招 和你打他任何位置 他都可以將你攻擊的力量反彈給你 而除了盤龍蛇、黃盾、龍回勢之外 隔了一期 又出了一個叫龍盾的招式 龍盾和黃盾有什麼分別呢? 很抱歉 老鳳就這樣看 我都分不到有什麼分別 或者可能最大的分別就是 一招叫做黃盾 另一招叫做龍盾 分別就在黃和龍兩個字 是不是厲害呢? 而當然 這三招的防守技能之外 還有一個特殊技 叫魚、龍、天下氣 這類似是喻氣傷人的效果 利用氣應隔空牽制對手 譬如戰神痴猶就曾經被魚龍天下氣玩SM 鎖了他 動也不能動 然後還要用皮鞭鞭鞭 簡單交代完這幾件事之外 還有一個特殊技能 這個特殊技能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力量層次的演繹 就是在78期的時候 其實當龍天下一個打兩個的時候 曾經運起了一種叫做 曼衰神崗的頂級功力 這個頂級功力當初是沒有詳細描述的 但既然他可以力壓癡油和東方無敵 就是肯定有一件或以上的力量層次 而開到後期的新生龍 就嘗試用八旗兵制去豐富曼衰神崗的表現 當然了 當初曼衰神崗是一個打兩個 但是後來的曼衰神崗連王小虎也打不贏 就是七九糧 而最慘的是 他只是用力量層次去表達 為什麼前面的力量層次可以這麼強 後面的力量層次可以這麼差 我又真的不明白 不過算了 龍虎門的製作團都是相當認真的 我都不應該挑戰他太多 當然其實招式還有一個招應該是必殺技 就是來自王拳的招叫天子靈 但出現的次數只是出了一次 和火運邪神的天火焚成硬空 然後就沒有以後了 所以龍天下王拳的招式 其實整體表現不算太多 雖然只出現了一個大戰役 但有遠程攻擊、有埋身攻擊、有硬性防守 也有一些借力打力的效果 甚至乎可以隔空牽制對手的威力 所以其實神州帝王寶禁的技能是相當全面 甚至乎比起九陽五絕 或者火運邪神的招式更勝一籌 更加不要說鐵家的雷拳、電神、精神腿 或者雌柔的無招模式 如果撇除龍天下的遭遇 單純以招式或者各方面的技能 神州帝王寶甲可以說是天下武功的前列 甚至乎在武神榜 即如以正轉武神榜的六個位置 易根京比不上 易根京只是力量上的層次 而招式上的配套武 防禦技能也沒有那麼明顯 最多都是練到南級是刀槍不入席 純粹是護體剛器加強 但是沒有軟性的防守 也沒有借力打力的效果 至於九陽神功 他雖然有九陽五絕 但是他大匹力 九陽神劍也是損耗非常大的體力 而陰陽大樂儀 有受傷的情況下用不到 對比起龍天下的王拳 他的防守技能有硬性的防守 軟性防守 比起陰陽大樂儀應該是更勝一場 大家想想 如果他好像 就算王拳某些招式 會和陰陽大樂儀有同樣的缺點 但是因為他有黃袍加身 他有一個硬性的防守 他沒有那麼容易弄到受傷的情況下 所以就算他會流血不止 也不存在流血的情況 他只是流血不止 但是他不會流血 所以這個情況又是會佔了優少少 而加上九陽五絕 主要都是上盤的功夫 下盤的功夫是沒有的 但是王拳的招式是拳腳劍獸 所以以招式來說 他比九陽五絕 是贏了一個馬備 另外對鐵家的雷拳電掌精神隊 下盤功夫更弱 但是他上下二路 再加上遠距離攻擊 硬性和軟性防守 就不是牽原驚天訣 或者盤古天翼震可以比美 所以 如果重定武神訪的話 其實神舟帝王保鑑 是有能力 入到三格 但是為什麼 神舟帝王保鑑 竟然在武神訪 沒有辦法拿到一席之地呢 這個問題 其實在當初我也想過 但是 去到最後 我才發現原來一個非常簡單的解釋 什麼簡單解釋 大家想想 龍貫天出賣道經給魔鬼黨 原因就是要money 要美金 不要人民幣 那麼 魔鬼黨再在其他途徑 收集到那些武功秘笈 都是靠這件事 money 都是靠美金 但是至尊會 有內循環 洗鬼要美金嗎 何況龍天下 他們的身家 花廿世都花不完 對不對 那試問龍天下 或者是至尊會那些人 怎麼會把他們祖宗的秘笈 賣給魔鬼黨 所以歸根究底 沒有神榜 沒有神舟帝王保鑑 的一份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魔鬼黨買不到神舟帝王保鑑 嗯 是不是很簡單的解釋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 但是應該也是 好 那關於今集 神舟帝王保鑑的回顧就到此為止